记者黄杰台北报导,杨明山国家公园的蒋介石同向,今年4月遭独泰人士郭智刚斩首,并喷上228元凶杀人磨字样,主管机关修复后二周,他仅又带着有人聆听引气图破坏,当场被巡逻原警发现逮捕,逝离地方法院经开庭,郭强调自己所作所为是行为艺术,主张砍蒋公同降无罪。 郭南4月斩首蒋介石同向事件,5月26日就遭事件起诉,却不知悔改,6月14日晚上90时,邪同林南拿着一圈喷枪、铝梯等工具,再次前往阳明山国家公园,企图破坏刚被修复的蒋介石同向。 两人才烧到一半,这被巡逻原警经过发现,当时同向后警已有大片油漆遭烧容,并有切割痕迹,罪证去做,当场遭依现刑犯逮捕,犯案工具也被查扣。 由于该同向由北市公务局公园路登工程管理处负责掌管维护,事件8月再度依防海植物上掌管之文书物品罪起诉,郭林江面对最重五年徒刑。 事林地院经才停时,郭南长篇大论的《向法官讲述历史》,直指蒋公是世界排名第三的杀人魔,坚称坎蒋公同向,是贯彻自己去威权化信仰的行为艺术,我是无罪的。